哈喽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本节的新闻时事报 我是主播吴康伟 伦敦连热大雪让路面接起的滑冰 导致30多名行进的路人 纷纷在同一处跌倒 民众已经通报当地的警方处理 但人未收到回应 英国多地因大雪造成路面结冰 伦敦因此出现一条滑冰大街 光10分钟之内就连续造成行进的30人 因路面失滑而陆续跌倒 而民众也纷纷向当地的警方投诉 要是不将鸡血清除或封闭路面 将会造成更多人因此跌倒受伤 但当地的政府部门左右推辞闪避 造成投诉者找不到负责单位 于是民众只好自行 将一袋袋的垃圾等杂物 放置到该街角引导路人避开 免得再有行进的路人跌倒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 整理报道 听者吴康伯仪宣工 MzaNーツ